今次和大家講講Cut Away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講講Cut Away 那什麼叫Cut Away呢? 就是說一個好像標本那樣 將一支鏡頭劏開了 那現在這一支就是其中一個劏開了 那如果是原本的樣子是這樣的 一支1352.8的R鏡 那這支把它切開了就變成這樣了 那這個切割的方法 在這方面我不是專家 但我也是在網上找過不少資料的 那這個方法主要是用水切割 那水雖然是很柔弱 但是當你的壓力是足夠大的時候 而是集中一點的時候 它的威力是很厲害的 那首先就要將你要切割的部分 就固定回去 然後就用一個高壓水去切割 切割完之後就有輕微的修正 可能有些部分 因為切割了之後 有機會會掉出來或者會動動的 那再固定回它 那有少少的打磨之後 那就OK的了 那還有一個呢 如果你說有一支鏡頭 可能根本都已經是死事 已經是不行的了 那你想做一個DIY 其實我都見過 是有人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呢 將它每一部分呢 全部拆開了 然後固定回在一個指定的位置 是慢慢地用一些線鋸 去切割它 那將它劏開了一半 那然後呢 再將它合併了之後呢 然後打磨 那但是呢 玻璃部分呢 是沒有得攪的 因為玻璃呢 劏下去呢 就會爆玻璃的了 那所以呢 在玻璃部分呢 是做不到的 就變成做出來呢 就不可以好像這麼完整呢 一個Cut away的效果的了 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說 還有一支鏡頭呢 這些都是Cut away來的 但是一般之前講的那些Cut away 可能真的當一個標本的了 預料的東西是不能用的了 那而這一支呢 就是用得的 那就算你看到它呢 好像解剖開了 那但是呢 其實它是有功能 一樣是用到的 譬如說你看到那個光圈呢 那它都是可以扭得到的 雖然這個位置呢 就小一點 那但是呢 一樣是扭得到它的光圈的 那看到光圈呢 可以一樣是放大啊 縮小啊這樣 不過當中呢 就沒有了那個 Kick Kick Kick的聲音了 那這一部分呢 就沒有了 那而它 那這支呢 它除了是定招之外 其實這一支呢 是一支 Trioma來的 那呢就 28啦 35啦 50啦 有三個招段的 那在這裏呢 都可以領得到它的 動到的 那可以一樣是轉得到 28啦 35 50 那可以改變回它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對焦方面 那當然是可以對老焦 那是可以用到的 那這一支 那這一支就 挺有趣的 那其實呢 28 35 50呢 有兩個版本的 第一個版本呢 就是第一代啦 就是那個 Filter Size 的直徑呢 是55的 那這一代呢 就是第二代來的 那Filter Size 的直徑呢 就是 變成了49 小一點的 那這一支鏡呢 等一下我就 就直接拿這一支呢 出去給大家看看 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一支 雙方ist 那一支 一支 那一支 輪到 那一支 最多的 就是 那個 每一支 的 那一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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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大家看过的相片都感受到 其实这支镜头是ASPH的设计 即是整体光暗、变形、控制得非常好 就算在边位的时候都拿捏得很好 ASPH是控制变形、边位是做得很好 而且光暗、云巡 就不会说中间位置很光 或者边缘位置很暗的情况 而且细节度是做得很好 那些仔细的位置也做得很仔细 虽然这支镜头的光圈不大 只有四光圈 但对于一般来说 攜带、使用和重量方面是非常好 不会说很重 所以这支镜头是值得保持的 相信这麽简短的介绍 就未必可以满足到你的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关于这支镜头的资料 欢迎你来到我们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门市 去了解更多的 那我的店员或者我本人 都很乐意去帮大家 如果你欣赏我的影片 希望你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